大哥 最近看全红蝉跳水比赛 输给了陈雨昕 得了一个亚军 这事您怎么看 这个 输其实挺正常的 谁也不是说能保证回回营 是 是吧 你打麻将似的 你也不可能八八糊 对 对吧 谁都保证不了 但是呢 这个 现在网上都都怀疑了裁判打分 是吧 是 这个 就是因为这个东西 好像存在这种问题 这个老百姓呢 就质疑这个裁判 是啊 有没有偏心啊 对啊 可是你知道为什么老百姓都会向着全红蝉吗 为什么呀 因为它代表了自己的心声 草根还是多 是 你就跟咱们似的 咱们也是草根 是啊 咱们也希望咱们的孩子将来 不会碰到这种环境 是 是吧 你说大分低 其实我 咱们不知道哪个教练 那天还扒出那个裁判 啊 那叫什么什么连呀 叫 哎 但是呢 我个人认为啊 就算是输 也不可能差那么多分 你差个三分两分 输了哈 比方说这属于正常的 是 他这一下差十分 呦 这里边就让人怀疑了 那差的分有点多呀 对呀 两个水平按住差不多呀 其实是差不多 陈一熙也不错 是 但是陈一熙呢 背景好点吧 对 大家就都猜测嘛 对不对 因为咱们这个 自己的孩子在受到打压 嗯 是吧 也有可能就是 怕将来孩子受到打压 是 也就是说白了就是 也想正正的社会风气 哦 你现在你也没办法 啊 你现在你有多的本事 是 是吧 你不行啊 下面一句话嘛 啊 叫那个狐狸发豆芽 哎呦 好 哎 下句呢 哎 你得弯着腰出来 哦 你不弯腰你出不来 啊 所以老百姓呢 都想挺直的腰杆 是 哎 我堂堂正正的 我有什么本事 我就干什么 对呀 达到什么 嗯 但是从全文成身上呢 可能大家 嗯 可能啊 理解成 想让他弯腰 是 是吧 但是 那么一孩子 就是有的时候 别太过了 大家 这孩子挺不容易的 别给他太多压力 哎 别给太多压力 现在你看好多吧 就是什么 他坐这什么 他就反正一举一动 都受人 天都了 啊 他就是一 有时候 你还十六岁一孩子 对呀 而且他人家就是为 为跳水而生的 是 你看他第一跳那水了吗 哦 他第一跳那三米那水 哎呦 那 基本上不是人能跳出来的了 哦 跳得太好了 太好了 就跟 你说鱼都不行啊 你得说善鱼 或 撑就进水了 一个水 一个水粒都没见进来 还是技术 人家这个 这一家的人呢 还是可能就是 为这儿生的 哦 这个东西啊 没办法 你 有些人呢 你也刻苦 是 你说陈雨昕 还有那个 那个 前冠军 啊 其实这个 市场新人换旧人 对 对吧 什么东西都一代一代的换 没有必要大家特别强调怎么着 但是这个咱们可能哈 觉得特好 是 咱们心里啊都特美好 想着你看终于一个草根弄出来了 对 但是 他可能有的人就不会这么想